台湾有很多农家是传承上一代的农地或果园 对于土地的情感特别深 就像这一家人的柚子园已经传承到第五代了 光是想到老一辈曾经就在这同一块土地上 从开垦一直到年年灰汗采收 而且努力要去改良时间已经有上百年 让年轻人不敢不认真 李家的果树从前曾经过矮化 这些年父子俩把文旦树照顾得好 果树再度向上拔高 每到秋千采收时李炳辉又得爬上树了 爸爸年纪大了 他得把这项工作承担下来 一下子我都会摔 好 那没关系 爬住我不敢爬 对 不要爬了啦 太危险了 李爸爸已经七十多岁了 每天还是放不下工作 辛劳一辈子的农夫 没想过退休 几个月前他爬上果树套袋 摔了一跤伤到脊椎 拖着的背又更弯了 九月的秋老虎会汗工作 再加上戴着口罩的闷热 李炳辉一边工作 一边注意着爸爸的状况 一跳啊 一跳啊 催着爸爸早点回家休息 在观音山文旦树下长大的李炳辉 从小就跟着爸爸到果园 一开始都会跟我们说 我们去山上空窑好不好 去挖蚯蚓好不好 然后就这样连红带片的片散散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玩着 玩着泥巴 玩着泥土 然后还有空窑 但到最后也是要帮忙家里的工作 像有的时候要修枝 有的时候要拖着树枝 集中管理 小时候盼望的亲子出游时光 影响最深的 就是被爸妈带着上山工作 长大后才明白 阿公希望 不管山下人事如何变化 子孙从农 世代守住山上的土地 小时候李炳辉就看到爸爸 为了不让老人家失望 回到山上接下果园 延续了耕种习惯 孝顺的李爸爸守着上一代的土地 但肩上还跳着一个家 栽种采收包装销售 忙碌一整年 结果却很难温饱 但是起初在接幼稚园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 因为爸爸还要在外地工作 他在做一些水泥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跟着爸爸到处跑 就是六日跑回来山上 然后帮爸爸妈妈工作 然后一到五爸爸妈妈又在外地工作 因为收入不是很好 阿公的农员从前作物多且杂 文旦收成并不理想 李爸爸接手后 经过一段一边在外工作补贴收入 一边务农的日子 但这不是长久之际 刚好那时农会推广 李爸爸跟着转型 专心种起文旦友 因为以前没有经过矮化的方式 所以柚子树太高的话 爸爸都会 爸爸说以前阿公 他们都会从旁边的树林里拿着竹竿 然后去把柚子一颗一颗的吐下来 那导致说我们这样吐下来的柚子 其实卖相都不佳 小心彩下的文旦 没被破坏表面才能卖的好价钱 李炳辉照着爸爸教他的方式采果 多年海风吹拂 喊观音山的火山岩地形 为果肉增加清甜 但在山坡上彩下甜美的果实 经常换来一身伤 我们以前在爬到树上的时候去栽种 然后也有划过胶 那我那时候比较严重就是在手 有时候就划下来的时候 手有骨折到 对 那当下是真的是蛮紧张的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把整个工作都完成 山坡地斗爬树长有危险 一不小心采果栏都会顺着山坡 都往下滚 坡上的人当然也有危险 山路不平 前路也难行 父母不是守旧的人 他们都不希望儿子一直守着这片山 但是爸爸妈妈就说 由我向这个 这个很艰苦 要修理更少 你年轻就要好好上班 那我们也是听着爸爸妈妈的话 去外面工作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也是他们最希望的 李炳辉是朴实单纯的农家小孩 他听了父母的话 离开山上当了机械工程师 爸妈渐渐老去 李炳辉还是辞乐工作 回家后 他发现山上的青壮人力严重缺乏 六七十户的农家 像他这样的返乡青农 只有各位数字 如果要守住阿公的土地 爸爸的栽种 让家里的果园长久经营下去 那就得做些改变 解决人力问题 石头山顾名思义就是 它的山上都是石头居多 所以到最后我们跟爸爸就看到石头 就能够做枣石然后开路 让我们的搬运车可以进出 李炳辉跟着爸爸拿着电锯凿碎石头 用移山的精神徒手搬运大小碎石 今年累月才终于为搬运车 铺出了一条路 在这之前 李炳辉曾经好几度为了生活出去上班 等存够了钱再回家种文旦 自从和爸爸开了路 文旦不用再靠人力挑下山 有搬运车大量载送 文旦的销售量也增加了 李炳辉找到农会辅导 希望为市场不比南部东部的北部文旦 建立品牌 起初来说幼子园 我们当初也是为了爸爸妈妈 辛苦回来栽种 但是透过农会这边的技术指导之后 然后也去了解说 我们这边的幼子园的历史 那我最后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家种的幼子 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那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幼子园其实是一个需要传承的 慢慢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 经由农会的史料才知道 原来家中的果园已有百年 它是文旦树下的第五代 这唤起了它的使命感 除了孝顺传承 它伸出动力 要把果园经营得更好 就要正视这几年产量下降的问题 那一年的话就是在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所以那一年的我们幼子的采收量直接减半 因为幼子是一个风传媒的售粉方式 所以它可以透过药物 然后也可以透过一些喷洒的动作 然后最后我是采用友善的方式 养着蜜蜂 让蜜蜂去帮忙我们的幼子花去售粉 幼子园的采收量就是慢慢的逐年成长 至少有两三成的结果率 爸爸看到李炳慧的用心 也没再提要他回去上班才是成就 采下的文旦 李炳慧和爸妈一起经过细心整理 这几年李炳慧建议爸爸要多多参赛 墙上几十面匾额 是父子俩年年报回奖项的佳基 但李炳慧还是得想办法把文旦漫出去 因为你拿着柚子 我们还要一一的去介绍我们柚子的由来 然后去拜访客户 但是都迟迟都常常被打枪 对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很心酸的说 我们家的油啊 也都有中心啊 那为什么没人要来吃呢 李炳慧不善言辞 经常推销得很沮丧 他想借着包装来帮他说故事 李炳慧请妈妈用编好的麻绳当提栏 网住一颗颗文旦 说老年的时候 油都要用干的 一人一人要一个人生一个人生 这样来打软 那我那时候就设计一个说 那我们把柚子树当作一个 采摘柚子一栏一栏的扛下来的那个感觉 让消费者可以去体会说我们当时在采收柚子的辛劳 在挂上雷射雕刻的小木牌写着冠军柚 师父子俩这几年的栽种成果 为百年文旦渐渐做出了品牌 李炳慧更确定了他的选择 因为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会去想说 阿公以前都是用竹竿采收着柚子 然后爸爸那时候又是为了采收柚子 又要把柚子树矮化 然后开辟道路 然后找石头 找石造路 然后为了要搬运车进出 然后到现在的套袋 就是要让果实完美漂亮 所以这些的辛苦 我都觉得说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 那我到这一代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我要好好地把这个理念传承下去 李炳慧和爸爸一样 有着回家从农的孝心 他感受到了长辈们在果园里的心情 也要继承下这份苦与泪 这是他珍惜的百年老从礼 有的另一种风味 传承之外年轻人也在想办法创新 而广告之后继续看的是一群 金山在地的返乡青年一起努力的故事 金山有什么内装 可以让更多旅客看见 愿意在金山当地消费 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创业者 我发现他们常常找不到客人 可是这些旅宿客人他有客人啊 他们欠缺的内容我们也挖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